進入家庭以後 你結了婚 你就會有經濟壓力 親密關係就會 不像以前那麼頻繁了 那如果再進入晚期呢 就是習慣期 就是生活已經變成一種習慣 大家都沒有感覺 所以呢 親密關係也變成沒感覺 印加帝國的軍隊 每個都是那種兵強體壯 就是因為他們把這個馬卡 當成食物來吃 我太太 我太太在吃到跟他說 他說老公 我吃這個 累的時候吃得很有感覺 不管你心裡有沒有需要 他生理就會反映出來 歡迎收看健康友方 我是阿娥 你幸福嗎 什麼是幸福呢 是那個每天吵吵鬧鬧 床頭吵 床尾河的那種 還是說我愛你在心口難開 經常相信奴賓不說話的這種呢 不管是哪一種 我覺得我們都要努力去創造幸福 但是幸福這件事情 可能面對平常家裡面 這麼多的壓力啊 工作啊 這些就變成是 家家一本難念的經 好難幸福起來喔 來喔 今天要給大家一把 幸福的鑰匙 開啟這一道的幸福 介紹現場的幾位好朋友 首先來介紹的是我們內科的醫師 我們歡迎吳少虎 吳醫師 適當放鬆 夫妻何樂 才能家和萬事心喔 接下來的這種好朋友 歡迎藝人陳婷 大夫人的健康 婿嫂人的幸福 唉唷 你說得重點 我都很難說跟我們公公的 來 接下來要請這種好朋友 是購物專家 我們歡迎賴秀玉 秀玉好 我是曾經孤枕難眠的秀玉 但是找對方法 也可以天天幸福 夜夜美滿 好喔 曾經孤枕難眠 對 曾經不要講了啦 但是你知道家裡面吵架的事情 難免就是柴米油鹽醬醋差 對 要嘛工作 要嘛錢 這些都是壓力 妳曾經因為這樣子 其實金錢跟工作 我覺得都會影響夫妻的關係 因為價值觀不同 我原生家庭是經濟狀況 比較差一點點 所以我一出社會 我就是對於錢很執著 就是我不吃飯 不休息 只要有工作可以做 我都去做 然後24小時當48小時用 很拼呢 對 可是我的另一半 它就是屬於比較那種隨性的 它覺得不強求 有工作來我就做 如果沒有工作 我就去釣釣魚 去登登山 去跟朋友泡茶聊天 所以常常會因為這樣的事情 有一點摩擦 我就會覺得 你怎麼不積極一點 怎麼不去多去爭取 但他就會覺得說 人生在世 為什麼要把自己逼成這樣 我是屬於自己 逼自己很緊的 所以常常會 因為這樣子而吵架 價值觀啦 難怪人家以前講說 要門當戶對 就會說差不多 如果說有一點差距的時候 那個想法要去溝通 沒有這麼容易 對 所以陳婷特別是在 錢跟工作上 你也會覺得這是在溝通上 一個很麻煩的事嗎 對 以前我實在不想跟他結婚 因為 女孩子跟你交往的時候 都說沒問題 但真的深入你交往之後 她碰到藝人的生活狀態 她會抓狂的 沒關係 她告訴你什麼時候 我們什麼時候來吃什麼東西好不好 什麼生日好不好 什麼聖誕日 我們怎麼知道的時間是什麼 因為我 她上了紅檔戲的時候 我都是前一天才知道 我第二天要做什麼 隨時要準備就對了 對 我們是沒有自己的時間 雖然看得到影韌 其實我們手機的時候 都是日式休息不可以看的 都要注意通告嘛 啊 很好的說 後來走入家庭 因為門當戶對 你都在說什麼 剛才我這個太太 以前也都做表演 因為我們都演藝師家 她就知道你會退回 但是你說時間對我的壓力很大 一樣就是你不知道要怎麼 小孩不慢 通常你心裡你也沒跌 確定會跌的就是大年除夕 沒有拍戲 但是你說對一個英文來說就是 你越忙越好 自由業 我也覺得沒忙就表示有工作 可以做了 不然宿舍就沒錢了 也很矛盾 我整天背裡我們兩個好心背風 這也是很麻煩 所以錢跟工作醫師也會覺得 這會影響到夫妻感情 夫妻感情的壓力就是 你看嘛結婚的時候一定很甜蜜 可是進入家庭生活以後 就是柴米鹽醬醋茶 就是金錢壓力 好像沒有一對夫妻不缺錢的 對 所以大家就會開始要籌 房屋貸款 然後要籌這個小孩的照顧費 那這時候就會慢慢的 把這個感情放在一邊 所以工作又越來越忙 因為你可能老闆有賞事 你可能工作又上一層樓 那接下來孩子出生了 那問題更大 因為照顧孩子要花很大的時間 跟精神跟體力 對 所以常聽到朋友說 孩子一出生以後 雙方都冷感了 對 因為就是心思在照顧孩子 連睡眠都不夠 所以這時候壓力就變成 工作 金錢 再加上照顧的體力上的壓力 對 所以就變成說要想方法 是 去疏解壓力 是 我覺得壓力真的要找一個方法 幫忙自己疏解一下 但是不是只有錢跟工作而已 我覺得賺錢要體力 沒有錢要怎麼過日子 但是壓力不是只有這樣子 壓垮幸福的稻草 有時候我們講的金錢工作之外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因素是 婆媳的關係 親子的關係 這個都會讓你冒出這樣的警訊 來 秀玉 你有這樣偶遞偶遞嗎 我自己目前是沒有婆媳的問題 但是我有很多的好姐妹 哇 婆媳的問題很大 我有時候聽她們講 我都覺得有這麼誇張嗎 像我有一個好姐妹 她是跟公公婆婆住 那她就說她婆婆很妙 她婆婆不黏公公 但是黏她老公 就是黏兒子就對了 黏兒子 對 所以她老公是朝九晚五的 下班不是陪老婆 是要陪媽媽 陪媽媽吃飯 吃完飯要陪媽媽看電視 然後夫妻倆想說 早的時間了 然後回房間恩愛一下 媽媽就會來敲門了 他們就覺得沒有隱私 然後我就說 媽媽敲門要幹嘛 晚上也是要睡覺 可能媽媽就會覺得說 叫兒子陪她出去外面 怎麼走走 做運動 所以他們常常要恩愛的時候 被打斷 就會覺得一點隱私權都沒有 對 這個是其中一個朋友 然後還有另外一個朋友 她是獨子 她比較晚婚 大概快四十歲才結婚 所以一結婚之後 她爸爸媽媽每天都在 催她跟她老婆生小孩 隔壁的王先生 她已經三個孫子了 然後一下班就會那種 大補湯就叫她喝 喝完就會趕她跟她老婆去房間 趕去給我生孩子 我要補孫 所以他們夫妻倆就覺得 下班都不想回家 夫妻倆壓力都很大 各位這種事情是需要情趣的 不能看時看來 今天就很快 那個其實心情都 感覺很差 對啊 撐婷是男生 其實有親子的問題 有婆媳在中間的時候 男生會不會覺得說 沒有自然 如果要做這種事是那種感覺 對嘛 夫妻的情緒是一種感覺 氣氛 對嘛 你是不是上通告 還打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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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打算次數 是 反正我是自己比較好 因為 上山小羊群 找到訪問 我說 我媽媽跟今年5月12號才離開 這十幾年來 我發現沒有一次婆媳問題 真的 沒有一次 幸福 哇 你奇葩 我們是大家庭 大孤康很大 你說這個 就是很多人只談婆媳的問題 有時候你怎麼看待 譬如我在母親的時候 媽媽有在家看孩子 這麼好 對喔 那個氣氛是很融洽的 對 也不一定說有這樣的壓力 我是覺得說好在 我在一個大家庭 不然我如果 到母親母要出去的時候 孩子要怎麼樣 不得送 禮拜就是放到姑姑 朋友是媽媽到看 看到要這樣 就是其實蠻幸福的 是 那自己比較好問就是說 我都沒有辦事的壓力 為什麼 因為那是 靠地圖這樣一站 誰都不會 哇 你好自在喔 自在 老婆今天想在幾樓 我在二樓等你 我在三樓等你 我們永遠都在最頂樓 就是沒有人的干擾 就是很秀 但是這個好 這個好 對 但是一般的人 你看都住一站 那一間這樣 絕對有壓力嘛 是 是 好 這種的壓力 其實會讓自己 瞬間就沒有了氣氛 醫師這是必然的嗎 對啊 你看喔 剛剛說到工作金錢 跟照顧幼兒的壓力 現在如果又多了婆媳 跟親子關係的壓力 你壓力越多 當然這個慾望能力 就會越低嘛 對 我倒覺得說 與其去想說 我怎麼樣消除這個壓力 因為有些壓力 是消除不了的 那我們去想 好吧 那我做一些方法 來排遣或是分散注意力 或是這個消除這個壓力 例如說 可以約好訂餐廳 就是夫妻上餐廳吃一頓飯 感覺像約會的樣子 或者是說去旅行 因為你到一個陌生的地方 你會有一種紓壓的感覺 或者是說泡湯 泡湯也可以紓壓 或者是說 可以去聽音樂 或者是運動 讓自己流汗 對 那大家都知道 運動的時候 會促進那個腦內肺的分泌 對 它有紓壓的效果 這個最麻煩就碰到說 女婦如果說 又花錢 沒花錢 氣氛就 直接到地下室 所以我覺得彼此的溝通 很要緊 但是溝了如果沒有通 我就是歪開機 你不是就吵架了嗎 怎麼樣一個良心的溝通 可以創造幸福呢 待會兒我們把密集告訴大家 馬上回來 進入家庭以後 你結了婚 你就會有經濟壓力 親密關係就會 不像以前那麼頻繁了 那如果再進入晚期 就是習慣期 就是生活已經變一種習慣 大家都沒有感覺 所以親密關係也變成沒感覺 來喔 在YouTube上面訂閱健康友方 我們的節目呢 只要有最新的內容 馬上就會立刻通知你 要開啟小鈴鐺喔 新節目就會通知你了 好 我們剛剛講到親密關係 要怎麼樣可以更加的融洽 就是說溝通很重要 我算不知道溝通 有溝就沒有通啊 講半天了 聽了沒有這樣 所以我們請醫師來告訴大家 因為夫妻的親密關係 坦白講它有分階段了 我是看你結婚幾年了 肚頭慢慢的 到後面的時候 其實都有不一樣的表現 是啊 是啊 你看早期在求愛初期 什麼都好 那時候你看喔 連女生拿牙籤剃牙都好性感喔 對 做什麼都好 然後吃什麼都好吃 去哪裡都幸福 對 這是早期談戀愛階段 可是呢 你進入家庭以後 你結了婚 你就會有經濟壓力 你就會有工作壓力 然後呢 親密關係就會不像以前那麼頻繁了 因為那個熱度已經消失了 阿忙小孩啊 對 那如果再進入晚期呢 就是習慣期 就是生活已經變成一種習慣 大家都沒有感覺 對 所以親密關係也變成沒感覺 所以頻率就越來越低 那就變成性生活已經不是重要的事情了 對 那這時候 對 就會歸於平淡 親密關係其實會造成一些壓力 那壓力是從哪裡來 我們剛剛有討論到 就是從金錢工作或者是婆媳跟親子 這個壓力會造成什麼樣的結果呢 各位 我就哄哄哄哄哄啦 哇 你看 親密關係就因此亮起紅燈了 秀玉 你有因為這樣子 影響到夫妻感情嗎 我有耶 坦白從寬 我跟你講很嚴重 因為前幾年剛談戀愛的時候 我都覺得 天天都在像蜜月一樣 然後天天都在過情人節 每天跟你小寶貝長小寶貝短 可是後幾年就是欸 就叫我欸 真的 我從小寶貝變成欸 那因為我的另外一半 她是從事 她沒有叫你名 來 秀玉 有時候會 誰叫你念 我就回頭想說 妳是我老師嗎 那因為她的工作是搬家業的 所以她其實每天耗費 很大量的一個體力 所以她回到家 就是攤在沙發上面 她就是連跟你講話都不講話了 她怎麼可能 該教的功課會教 那原來是疲嗎 對 然後我想說 欸不行 那我們要改變一下 讓她有那個感覺起來 買個性感內衣 噴個香香在房間等她 她在客廳就睡了 叫不起了 我就很悶 想說怎麼前後差這麼多 是妳不愛我了 還是妳外面有人了 所以我就一直在觀察 後來就發現 真的是有年紀的 因為男生巔峰是二十歲三十歲 四十幾歲開始會慢慢的下滑 所以我就想一些方法說 有沒有辦法就是 讓她可以放鬆一下 然後體力再多一點 所以我就有找到一些祕密武器 讓她就是可以補充一下營養 我們現在看正常的 陳廷你坦白說 男人家幾歲的時候 比較沒辦法這樣 那麼雄壯那麼威武 隨心所欲 隨心所欲 巔峰時期應該就三十歲之前了 四十歲還不錯 像我已經賣到五十歲了 你體力一定會比較差 是 但是大家都以為說 你運動到底會比較好 但是那是兩回事 你運動是你體能 跟你在親密關係的表現 是不一樣的 那後來發現 我發現 營養的力量真的非常重要 是 你真的 你老公是也是在勞動 都很有力氣的 但是真的是不一樣 就是要營養的 你要吃到東西 但是有的人 當他開始吃的時候 好像沒什麼感覺 但是因為我是長期 很注重健康 所以我營養食品 都會一直吃 是 你就知道它差在哪裡 在那個關鍵時刻 就可以派上用茶 其實我覺得我們 你找人比較會說 我的感覺 有時候男生 他們沒什麼說 其實他們也會有點沮喪 會覺得我怎麼跟他 過去大不如前 甚至有的 我會跟老婆說 我是不是怎麼樣 我是不是要補一個 但是頭髮也補在燒 是要補什麼 知道說有些東西 已經沒有像年輕的時候 該有的都有 欠缺的東西 我要怎麼補 但是已經造成了壓力 那親密關係 就會慢慢疏離 所以醫師 這個要怎麼辦呢 這親密關係 其實就會稍微 剋傷一下你知道嗎 大家都聽過 心有餘而力不足 我懂 我不是沒有慾望 我不是不愛老婆 但是很奇怪 怎麼沒有辦法變硬 主要是年齡的問題 因為我們的血管會老化 男性的生殖器官是 裡面是海綿體 海綿體的構造就是 密密麻麻的微血管 如果你的血管失去彈性 你沒有辦法充血 那就是硬不起來 而剛剛所講的壓力 就是讓這個功能變差的 最主要原因 所以我們應該 可以用一些方法 譬如說補充營養素 對 可以讓我們的這個 性功能重新恢復 不會影響到 夫妻的感情生活 不要每天被老婆懷疑說 你是不是在外面幹嘛了 怎麼回來都軟的 對 所以這個時候 我們可以找一些好的工具 這個對於維持夫妻關係 對於紓解壓力 很有幫助 這很重要的 而且我覺得 老婆懷疑應該要給他們體養一下 男朋友都一樣 跟一個抗亂的時候 女生會有更年期的問題 男生其實都會有一些 攝護腺的問題 給他們體養的時候 給他們這樣互補一下 互相把這個保養跟健 這個保健這件事情 當成一個重要的事情的時候 我們就去找尋方法 就補充一些東西嘛 你媽媽 跟一個年紀 鈣子也會下滑 你就要吃鈣片 你欠的東西都不知道補 所以我們待會來告訴大家 什麼樣的方法 可以讓你好好的 保健你的健康 而且很幸福喔 馬上回來 印加帝國的軍隊 每個都是那種冰牆體狀 就是因為他們把這個馬卡 當成食物來吃 我問太太 我問太太在家裡 跟他說 他說老公 我吃這個 累的時候吃得很有感覺 不管你心裡有沒有需要 他生理就會反映出來 他要幸福喔 在社群網站上找到健康有方 要給我們按讚還要分享 所有相關的內容都在裡面 會看得很清楚 來 幸福的鑰匙 拜託大家交出來 因為壓力這麼大 我要補充一些什麼樣的方法 幫助自己 秀玉蘭告訴大家 這就是我的秘密武器 我就是幫我安娜達 找到這一個秘密武器 而且它很特別 它叫做馬卡 可是又不是一般的馬卡 它是美國水溶性的 一個馬卡的萃取 那大家都會想說 馬卡到底是什麼 其實馬卡是來自於 這一個秘乳 然後它是美國最大的 這一個加工廠 全球最大的這一個 馬卡的加工廠所製造 所以所有的安全認證 因為要給自己親愛的人吃的 安全認證很重要 全部都有 然後它吃菜嘛 也當講 素食可吃 對 那它的這個來源 是在這個南美洲的秘乳 是 四千公尺以上的一個高原 所以它萃取 說實在的 要拿到它很不容易 但是像 我們有聽過印加帝國對不對 以前印加帝國的軍隊 每個都是那種兵牆體狀 就是因為他們把這個馬卡 當成食物來吃 所以他們創建了印加帝國 然後像奧運選手 也在吃馬卡 然後太空人上外太空 他們的營養 補給力也是馬卡 對 所以它真的很厲害 我以前聽過 我會覺得男生好像很知道 馬卡是什麼作用是不是 那它裡面到底有一個什麼樣的成分 他們會這樣子吃了以後 感覺到自己很不一樣 對 相輔相成 那它除了馬卡之外 它裡面還有那個 朝鮮劑的成分 朝鮮劑就是這個東西 是這個型的喔 對 很可愛 不認識它 對 它的抗氧化能力非常非常強 也叫做蔬菜脂肪 所以它也可以就是幫你補充體力 這個我們平常不會這樣拿來吃吧 對 所以一定要經過萃取 對 經過濃縮的一個萃取 然後另外還有兩個成分 一個是牛樟汁 一個是薑黃 這兩個成分 目前在外面市場上也都很烘 就是它可以抗發炎 然後還有就是保護我們的小心肝 是是是 你有吃嗎 我有吃 還是你會吃 他最早進行 男朋友吃 最早進行我是給他吃 然後後來我就想說 我自己體力工作耗費也很大 因為我都睡眠不是很足夠 我也拿來吃 結果我一吃我覺得 我真的也比較不容易疲累了 對 而且吃了之後好像也精神好 你就比較不容易煩躁 不然你很累的時候 你會做什麼都覺得很噁心 還會去生腿 對 還會不老不肯 這個我都很了解 陳婷頭笑 真的 不要心情不好 我們就會找方法 但是也許大家聽起來不太懂說 你說那個成分我不太了解 沒關係 我們請醫生來解說一下 為什麼這個成分對我們的 這個不管男生女生 幫助會這麼大 對 人人都會老化 我們說老化以後 當然我們最需要的那個 男生的充血功能 是 就會衰退了 那怎麼樣對抗老化來維持這個功能的存在 這個就是可以用一些營養素 營養素 對 比如說它這裡面的營養素有水溶性馬卡 馬卡可以幫助提振精神 是 它是水溶性的 所以好吸收 不管對男性女性都有幫助 它裡面含有氨基酸 還有鑫 微量元素鑫 還有牛黄酸 這幾個都是對性功能很有幫助的成分 另外它還有朝鮮劑 朝鮮劑是含氧濟酸 它是很著名的一個保護肝臟的成分 肝臟好人生是彩色的嘛 對 你要維持正常的肝臟機能 你的那個性能力才不會衰退 是 裡面還有那個綠原酸 那個朝鮮劑 綠原酸有抗氧化 也有幫助守護肝臟的功能 另外它還添加了那個牛樟汁跟薑黃 牛樟汁大家都聽過 它主要是多糖體 還有豐富的三鐵類 還有抗氧化的SOD 它有增加免疫力 然後幫助維持肝臟機能的功能 那還有一個就是薑黃 大家都知道薑黃是被稱為抗氧化之王 對 抗氧化其實就是抗老化 你能夠抗老化 你的性功能就可以維持 所以吃薑黃是一個滿重要的成分 是 你知道其實 人家如果有春風或沒有 看他笑臉就知道了 如果心情壞的時候都會嘆氣 你看我陳婷 笑頭笑 剛才笑得很大聲 你嘆不說 你吃了什麼感覺笑得這麼開心 大家要知道 這美國所用性馬卡萃取 先說我做萃取 你就是整顆摘下去 也沒有在一顆那麼好 因為有生物科具的關係 其實我剛開始在吃這個的時候 你不要動作時 油吃到最好有反應 其實你吃下去 你如果說期待 你要跟你的阿嬤說會很開心 你大家會失望 因為你身體缺的營養還沒補足 所以你不要等到疼才要吃 你會想每天吃 每天吃 動作保養就對了 對 像我太太 我太太在吃的時候就跟他說 他說老公 我吃這個 累的時候吃得很有感覺 對 但我們男人吃的時候 你累的時候吃有感覺 其實在另外一方面 也希望有感覺 是 那你吃到你的營養素 身體補足的時候 會有一個很明顯的反應 就是男人睡醒的 你層間有沒有薄情就知道了 有沒有生奇 生理嘛 不管你心裡有沒有需要 它生理就會反應出來 對 你就知道說 這個東西到底是怎麼樣 我吃就是 滿面春風嘛這樣 所以成分很重要啦 再來就是長期的保養很重要啦 但是不是只有男生 我們女生有些時候到了 譬如說到一個年紀的時候 那個煩躁是很多的 所以其實那個保養 秀宇也會覺得說 女孩子非常適合在這個階段補充 對 因為說實在的 我們女生也很操勞 尤其是職業婦女 像我自己就是職業婦女 外面忙完 回到家又要忙 隨到某個時期 我的體力也會下滑 然後體力下滑 你會覺得做什麼都不對 那時候就會覺得很阿長 像很多人都會覺得說 馬卡應該是男生吃的 其實因為馬卡裡面 有很豐富的一個營養 所以女生吃也很好 女生吃他也是可以幫你做到 一個補充體力跟消除疲勞 所以男生女生一起補 才可以一起都幸福 家庭的幸福美鳳 我自己覺得女生比較是關鍵 女生會是要幫男生做保養 男生其實比較笨 你知道嗎 不是兩位啦 就是不知道說要去找東西 也抱歉 所以我覺得 對 所以我覺得老婆要照顧一下老公 但是幸福這件事情 真的是互相要經營的 意思告訴我們 怎麼樣可以比較幸福 還更上一層樓到頂樓也幸福 我覺得幸福是經營來的 經營的 你會覺得談戀愛的時候 不用經營就會幸福快樂 可是在一起久了以後 真的需要經營 那經營當然就是溝通上 或者說你製造一些生活上的情緒 或是偶爾上餐廳 或是偶爾去泡湯旅行 去聽音樂 增加氣氛 然後去跑步 讓自己流汗 很多很多方法 可以經營這個感情 可是有些因素是來自生理 對 生理 對 當我想要讓老婆 很舒服 很快樂的時候 可是我發現 我好像力不從心了 心有餘的力不足 只能說手裡這樣 對 所以應該是 找一些在平常的食物中 不容易獲得的營養素 你說我每天都有吃飯吃水果 我又沒餓肚子 我又沒缺營養 不夠 可是很多關鍵營養素 不是你從食物裡 吃飯中就可以得到的 對 所以如果今天能夠把東西萃取出來 做成保健食品 那你補充了這個關鍵營養素 那你就是原本該有的沖血功能 是 原本該有的這個 恢復體力的功能 就可以很好啊 你是一位 我本本會在下方的 我總會是 連結結束 那就非常好 我做到 你 我再也想 你 我 我 我 你 我